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6月15日的阿公新闻 我是今天的新闻报道员Jones 今天在星期四,阿公频道有出新片 今天有《你我他他的日常》 健康体拍齐台东 还有《玩转厨房》,大家记得要留意啦!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则重点新闻 《河口画面的事业界提升服务》 澳门的士司机互助会日前在理事长葛良信带领哈 拜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河口画 葛良信反映的士行业困境 虽然在客量和2019年相比基本持平 但的士牌照到期 至今减少了400多部的士 未来也会有百多部的士牌相计到期 令到的士司机租车困难 另外,司机每月还支付租金、燃料及维护费也升幅大 多重压力下 希望交通局商讨调升的士收费 尽快发出新的的士牌照 《河口画》表示 乐于听取业界意见 了解本地工人的行业环境 特区政府积极推出多项措施拓展客院 澳门旅游市场恢复情况比预期理想 希望的士业界保持应有的职业操守、服务质量和手法意识 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第二只重点新闻是 林梁伟预提防暑期工求职堪证 立法会议员林梁伟表示 暑假章至 不少再读的青年都会运暑期工 然而 有些不法之徒也会看进青少年缺乏社会经验 求职深切等心理 利用网上宣传方式招聘兼职员工 营造可以快速赚钱 工作简单容易 吸引青少年求职 去提出书面质询 问当局今年会否逐办提放暑期工陷阵港座 或类似的普法活动 以提升青少年的警觉性 避免代入求职陷阵 加上通关限制放宽 有关部门对于有青少年利用暑假空档走水货 有没有工作部署或普法宣导 近期有没有接获本欧青少年走水货 第三只重点新闻是 奴侯不思大实验小优杰文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幼稚园总院长黄山 实验小学校长吴杰文等一行日前到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与澳门奴侯中学校长郑杰超 副校长林伦伟等共同签署合作协议 契结姊妹学校 三校校长分别介绍本校的办学情况 彼此都希望以姊妹学校签约为契机 攜手合作 充分发挥三方的办学优势 实验互报共享 下一只重点新闻是 工联预优法长者支援服务 工联社会服务委员会副主任 望下老人中心主任吴妙兰表示 随着本屋老年人口增长 除了对经济和房屋医疗带来影响之外 亦产生不少和长者相关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独居、商务家庭 甚至是隐蔽长者情绪问题频发 严重更加会引致自杀 呼吁社会多关注长者情绪 共同优化社会服务 给长者更多支援 以下是活动推介 工联属下多个工会和培训机构 将一同参与劳工事务局带进培训计划 提供多元与专业的技能培训 与各位打工仔一起自强不惜 明天是最后一日报名 大家可以掃以上二维码 看看有什么课程适合自己 也可以带以上电话报名或查询 今天的阿贡新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